吴征和杨岚有感情吗? 我的天哪,同战哪! 你这一句话,我觉得今天我直播白播了。 有感情你会把你的女人送去, 让别人天天去戳去吗? 什么样的感情你能把她送出去, 把子宫都给戳没了? 啊? 所以说,有时候啊,这王岐山, 有时候说的话,我有时候也想, 这王岐山,这个王八蛋,还有这个孟建柱啊, 说中国人啊,就是没有开支一帮渔民, 愚蠢的连猪都不如, 你给他自由,你给他民主,你给他尊重, 他也把你弄死了, 这帮人都是没开话的这些渔民们, 就得把他们当猪狗对待,当奴隶对待, 这话很难听, 但是我看到这次打疫苗, 还有爆料革命走到今天, 我确实能看到很多战友, 真的是不开花, 如果吴僧告诉你, 我很爱杨岚啊, 我好有感情啊, 你信吗? 那杨岚的子宫都没了, 那吴僧不知道吗? 他那个子宫是糜烂, 是不是? 还有这个刚才的语音当中, 当事人能不能作证, 当时你和王敏的事, 他会出来作证的, 对吧? 赵本山出不来, 赵本山旁边有人啊, 赵本山的很多当事人都出来了, 已经是我们的战友了, 当时都在场的, 是吧? 但战友说, 他说, 孙主英很聪明, 很老练, 杨岚就不在乎, 睡完, 是吧? 床上是不是啊, 黏糊糊的, 是吧? 也不在乎, 是吧? 你看王敏书记能喝酒, 但是他跟人家睡的时候, 跟杨岚第一次喝了撞羊药, 他都也不去折盖, 但是宋主英很聪明, 把床单拽掉, 东西全拿掉, 扔到那个浴缸里, 水一泡, 你就检查不出来了, 他怕有人留证据。